在迪士尼樂園裡面 請一個導遊半天就要花 好貴啊 他憑什麼這麼貴 這一座灰姑娘水晶城堡要 140萬台幣 台灣人真的好好購 我覺得我的人生真的是沒有救了 那沮喪 哈囉大家好我是Sherry 你們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迪士尼要到處蓋樂園呢 因為要賺錢啊 好啦我們都知道 迪士尼樂園裡面 除了有很多遊樂設施 很快樂的氛圍 還有很多娛樂的活動之外 也有超級多可以買的紀念品的店 那大家通常會買的紀念品 應該差不多都是那種幾百塊啊 或者是一兩千塊的那種吧 但其實呢 還有很多在迪士尼的消費是 非常非常貴的 完全不是一般平民負擔的期 嗯 我就是那個平民 不管你去賣勝賣血還是賣屁股 都買不到 所以我們今天要Holy Share就是 迪士尼樂園最奢侈的消費 Top 10 有錢的世界真的是很難懂啊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只可遠觀 不可洩萬的迪士尼周邊吧 在一面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聽迪士尼漫威 跟迪士尼秘密故事 或者是你喜歡注意一些沒有意義的小細節 都歡迎訂閱我們 也記得開啟小鈴鐺 和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看看我有空才會跟進的日常生活分享哦 你們應該有在網路上看過 其他人在迪士尼求婚的畫面吧 想好好啊 等等 畢竟迪士尼樂園對很多人來說 就是一個很夢幻很快樂的地方 所以在這邊求婚或者是結婚 對他們來說就是夢想成真啊 迪士尼真的是 他們就看著你的這個商機 然後就特地創了一個部門 是專門在負責求婚跟婚禮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那迪士尼的婚禮策劃師 會幫你從婚紗到婚禮到婚宴都半妥妥 也有很多主題園區可以讓你任挑任選 甚至也可以在迪士尼郵輪上面結婚哦 真的是太夢幻了 但是求婚怎麼可以少的戒指呢 沒錯 求婚戒指迪士尼也包下來了 從一千多塊的普通戒指 到一顆拉的鑽戒都有 而其中最貴的幾款一顆拉鑽戒 大概就要台幣40萬左右哦 40萬呢 這樣我都可以進遊樂園 大概170多次了吧 正常的戒指有那麼貴嗎 有嗎 有吧 真的假的 這個我不懂 畢竟我沒有收過這麼貴的禮物 如果有人想要送我 我也是不介意 哈哈哈 好啦 下一個 一樣也會讓你們大吃一驚 你們有想過 如果在迪士尼樂園裡面 請一個導遊半天要花多少錢嗎 3000塊 1萬塊 3萬塊 NO 在迪士尼樂園裡面 請一個導遊半天就要花 40多萬台幣 好貴啊 那我還不如買剛那個鑽戒 哈哈哈 天啊又是一個40多萬 我真的心臟快負荷不了了 你一定也會內心跟我 你一定也會跟我一樣 內心OS想說 而且只有半天哦 不是一整天是半天 12小時而已 那這個夢幻世界之旅 其實是VIP的導覽行程 這趟旅程最多一次可以 6位遊客加2位導遊 那除了有快速通行證 可以輕鬆的進入所有景點 讓你不用浪費時間人擠人 費用也包含了私人交通 還有參觀一般遊客進不了的後台 然後也可以參觀 灰姑娘城堡夢幻套房 還會幫你準備好三餐 跟酒水填爆你們的肚子 最棒的是晚上有活動的時候 他們還會帶你去VIP觀景店 讓遊客擁有最棒的視野 欣賞美麗的煙火秀 你們知道要踏進 灰姑娘城堡夢幻套房 有多困難嗎 你不知道 因為你預約不到啊 他唯二可以進入的方法只有兩種 一種就是這個VIP的導覽行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迪士尼 會不定時舉辦抽獎活動 只有抽中的人才有機會入住這個奢華的套房 那這個套房會這麼珍貴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這個套房本來是專門為了 華特迪士尼一家打造的房間 但是呢在完工之前他就去世了 所以園區當時就把這間套房閒置了40年 直到他們想到用這種更有意義的方式 至於華特迪士尼才開始開放大家進來參觀的哦 你們會願意花這個40萬去體驗這個半天的行程嗎 但是可以六個人一起 雖然一個人差不多7萬台幣 就是哪一天我財富自由的話 我可能會想去 你知道嗎 現在去過迪士尼沒有什麼好炫耀的 你去過灰姑娘的夢幻套房才最值得炫耀 就是你可以去跟同學說 欸你知道嗎 我昨天有去那個灰姑娘的夢幻套房哦 就是一個可以就是戴著墨鏡到一根眼然後炫耀的那種 好啦下一個我們來一點 Peace一點點的 不然剛剛前面那個都是好幾十萬的 真的是負荷不了 哦窄人的心酸啊 OK有去過迪士尼的人 應該都知道他們的主題餐廳都非常有特色吧 在佛羅里達迪士尼就有一個主題餐廳 叫做美味迪士尼主廚系列 那它是一個帶有故事情節的迪士尼餐廳 從裝潢到美食 除了充滿皇室感之外 也都充滿著各種迪士尼動畫主題 而且每一個盤子都是獨一無二的 非常珍貴 每一道菜也都是經過精心設計 尤其是甜點真的是會精緻到捨不得吃下肚啊 哦看起來超漂亮 那這個餐廳是在2016年 有迪士尼裡面最厲害的幾位大廚創出的 那為了維護品質 所以每個時段最多只會收60個客人 而每人的費用大約是一萬兩千塊台幣 還行啦一萬兩千多 真的是想吃都吃得起的好不好 所以下個月吃土就好 那在這裡除了可以吃到 用食物講故事為主題的餐點之外 還可以跟大廚互動交流美食 所以對很多美食家來說 可以跟大廚互動 還有吃到精緻美味的料理 真的是很值得的哦 可是對我來說吃進去的只有熱量而已 我只能獲得就是吃飯時的快樂 然後吃完之後我就會覺得好罪惡 為什麼我剛換了一萬二 我要吃這麼飽 這麼塵 那麼想吐 好啦下一個也是一個比較平價一點的奢侈 就是 平價一點的奢侈 就像我吃布丁都不舔那個蓋子瘋膜一樣 我就有錢 老子有錢 好啦在迪士尼樂園的晚上 通常都會有煙火秀嘛 但如果你想要用超級享受超級奢華的方式 去看煙火的話 迪士尼也有提供你這個選擇哦 他們會提供遊艇出租給遊客 讓遊客可以在水上參觀煙火秀 而且還會提供各種小吃跟飲料 讓你一邊看煙火一邊吃個小零食 當然想要再奢侈一點也是可以額外加購晚餐服務 在遊艇上享受晚餐哦 那這個遊艇最多可以容納18位遊客 不過遊艇的價格是以小時計費 一個小時差不多就要一萬兩千塊台幣哦 如果我加了晚餐的話應該是用塞的 快點快點吃時間快到了一個小時快到了 但我覺得也還不錯啦 就是一個小時一萬二 像18個人分一個人不用七百應該也還好 就是當做你吃到飽 但是你沒有吃到東西 你只好吃到小零食 所以如果是這樣18個人的話 一個人不用七百 然後還可以享受這種高級待遇 就是在水上看煙火 好像也不錯吧 但一切等我的財富自由在說吧 好啦下一個我們來看看迪士尼的度假村 在迪士尼園群裡面 通常都會有一些可以住宿的飯店 而在佛羅里達迪士尼的玻璃尼西亞度假村的價格 真的是讓我看得倒退散步啊 在這裡所有的房間都可以清楚的看到迪士尼樂園 而且很夢幻的是 每一間小屋都是被虎包圍著 有一些房間甚至要過橋才能到 感覺超像在什麼小島度假的耶 好chill哦 我覺得它房間的布置裝潢也是蠻好看的 而且每個房間後面還有一個游泳池跟躺椅 讓房客可以享受日光雨跟私人游泳池耶 私人游泳池 但這裡的房間最貴竟然要14萬台幣耶 睡一晚要14萬台幣耶 你睡一覺起來14萬就不見了 你懂那種感受嗎 我不懂 有些事真的只能幻想一下就好了 好啦我們都知道 迪士尼樂園裡面 都有很多紀念品店可以逛 它就是一個會讓荷包縮水的大魔王啊 是吧 有去過迪士尼的人 你們自己講 是不是這樣 如果我哪一天真的到了迪士尼 我應該有去失心慌開始亂買 好啦那你們知道 目前最貴的紀念品是什麼嗎 就是這一個灰姑娘水晶城堡 這個城堡真的超級精緻 各種小細節都是用水晶做出來的 聽說這上面總共有28255顆水晶 而且這個世界上只有50個 所以非常罕見 你們要不要猜猜看 這一座大概51公分的城堡要多少錢 給你們3秒猜猜看 3 2 1 登登登登登 這一座灰姑娘水晶城堡要 140萬台幣 Oh my god 我工作到現在都還沒有存到那麼多錢 好想哭喔 為什麼這種東西可以賣這麼貴 好但是因為它是限量版 所以它很有價值 這也是很多收藏家夢寐球的收藏品 另外同系列的限量作品 像是米奇米尼雕像 也快要27萬台幣 連這隻超可愛的小飛象 也要27萬台幣 真的是價格不菲啊 這個城堡擺在我家 我真的是想要每一秒都守著它 很怕它會被偷走 你知道嗎 可能會有小偷就是跑來我家 想要偷走他們的水晶之類的 不要下班好嗎 這個紀念品的價格 我覺得我還是玩樂高就好了 那除了剛剛的灰姑娘城堡之外 當然也有水晶做成的 各種迪士尼公主 像是禁題最紅的艾莎 也有被做出來 那這個從頭閃到尾的艾莎 也要台幣25萬 看來我只能唱個Let it go 了 因為它長得有點歪 我有點不喜歡 下一個就是 就算你很有錢 還不一定進得去的 33號俱樂部 到底誰會去參加這個會員 如果你想要成為這個俱樂部的會員 必須要付大約100萬台幣的入會費 而且每年還要繳大概42萬的年費 才有機會成為VVIP的其中一員喔 所以一年差不多要142萬台幣 跟那個水晶城堡比起來 我應該會選這個 這個應該比較實用吧 就是我一年都可以無限去耶 什麼時候去都可以 然後還有各種厲害的待遇 而且會員除了可以獲得 迪士尼世界的高級通行證 享受提前入園的資格之外 還可以全年免費入場跟停車 還有各種快速通關 跟所有專屬服務 但是這個會員名額有限 所以才會說有錢不一定進得去 不過呢有一個機會是大家可以嘗試看看的 就是你去認識其中一個會員 然後跟他當好朋友 讓他帶你進去 因為一個會員可以帶三個人同時入場 就是享受這些待遇 好想進去喔 欸全年都可以這樣子進去 在那邊玩耶 多爽啊 這個腳本真的是邊講邊嘆氣 很沮喪 我覺得我的人生真的是沒有救了 我就是世界底層 我就下流社會 下一個在星際大安園區開幕之後 迪士尼就不放過任何可以從星際民身上賺錢的機會 從景點到餐廳 整個都是星際大戰的主題 想必在這邊也是出了各種 讓人買到舵手上的經驗品吧 不過呢 你們知道最貴的紀念品是什麼嗎 就是這一隻R2D2的遙控機器人 這一隻1比1的R2D2 有一個控制他的遙控器 可以轉動他的頭部發出聲音 也可以用遙控器控制他的路線 你們猜猜這樣子1比1的R2D2要多少錢 3 2 1 這一台R2D2竟然要 70萬台幣 台灣人真的好好騙啊 老闆你賣沒關係 雖然說他這樣1比1的造型是蠻可愛的 但是他就是只能這樣子頭動一動 然後發出聲音 然後這樣走路 就這樣 70萬 但如果是星戰迷的話 應該是很想要收藏這個東西 因為畢竟是1比1 然後就是 這麼的 You know 沒用 沒用 這麼的高級 就是很值得收藏 放一台在家裡的那一種 但你知道70萬可以幹嘛嗎 我可以請一個迪士尼最貴的導遊 然後吃兩頓主廚系列的晚餐 晚上坐遊艇和煙火玩個一個小時 然後睡在一個晚上14萬的度假村 這樣我還多了12萬可以去搭飛機 有沒有妥善運用這70萬 所以叫我理財達人 剛剛的R2D2價格已經是夠讓人驚訝了 你知道在迪士尼裡面的 《星際大戰主力飯店》 住一晚要多少錢嗎 這個主力飯店的套裝行程 如果是三大一小的話 一個晚上也快要17萬台幣哦 What 這17萬比剛剛那個飯店還要貴 剛剛那個14萬而已 這個要17萬 我知道你們又會想說 到底憑什麼這麼貴 到底憑什麼這麼貴 那這個套裝行程 主打的就是沉浸式體驗 飯店裡面也會有各種電影中的角色 出現在各個角落 那遊客從入住開始 到他們講的每一句話 或者是任何決定 都會影響接下來的行程 等於是會讓遊客進入星戰的故事 去體驗這個主題飯店 所以如果我是一個壞小孩 然後就是對那邊的員工角色 就是拳搭腳踢 啊你走開你去死我討厭你啊 我可能晚上會在那什麼 特製的監牢吃晚餐 是這樣子嗎 玩具走動員系列感覺也還不錯 因為玩具不會黎麵 哦對耶 欸有道理耶 就是每個人都在那邊 然後你一早他們開始聊天 哈哈哈 這還蠻好笑的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迪士尼真的是很有生意頭腦 那如果你們身邊 真的有這麼多賢錢 你最想買的迪士尼紀念品 或者是最想要參加的迪士尼體驗行程 是哪一個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當然是想要進入那個33號俱樂部啊 就是我對那個公仔啊 隨經城堡那種比較沒有那麼大的興趣 擺在那邊撞到或是壞掉怎麼辦 或者是被偷走怎麼辦 我的140萬就這樣飛了 我寧願進入那個什麼33俱樂部 然後就是體驗 就是一整年的 無限唱完迪士尼 多快樂 好啦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還有專業君 我們下期見啦 掰掰 再見 啊 太久沒有拍片了 好辛苦啊 最討厭廉價了 欸之前有人說你一件手上不是戴戒指嗎 哦 可是我那時候一次戴三個耶 他在開什麼玩笑 我就是 我喜歡就是隨便戴戒指啊 就是 decorate 一下 裝飾一下 因為手就是你知道 沒有擦指甲油就很素啊 嗯 哈 樂高就已經夠貴了 欸樂高很貴耶 真的假的 我那時候很想要有一組是那個 那個什麼 冰雪奇緣的城堡的樂高 這樣也是這麼大一盒 大概要七八千 超貴的 我買不下去耶 七八千我都買不下去耶 很快 很快就只有140萬 我不行耶 好想哭哦 或者後 講到後面我都要哭出來 啊我真的嚇醋耶 到底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去迪士尼樂園玩 你覺得呢 明年年初吧 誰知道 疫情什麼時候才有結束 哈哈哈哈 這樣趁現在趕快先賺個錢 賺錢去那邊花錢 這個那個 迪士尼樂園就是一個讓錢包失守的地方 在這裡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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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